太阳花 苗乐植物 韩心花 幸运茶 武汉松 六月雪 金枝玉叶 五次梅 肉麒麟 飘香糖 火锅 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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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好我是阿祖 经常有朋友跟我说 说这个从此原理行业的 每天都把这两个花草叠出了 然后又能赚钱 其实开花店没那么简单吧 光无花会的品种 小花的品种就有100多种 大花的品种有几十种 光寄这些品种 不要 一直就是要有一点专业性才能做 所以说靠爱好 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知识 没有专业知识都光品种 一两百种的品种都寄不完 你们看一下光这个小花的品种 就这几张桌子上面就有将近100种品种 大几十种品种 这些不光都要记清楚他们的名字 然后要会养 现在还是淡季哦 淡季是品种最少的时候 大花都是很好认像幸福树啊 平安树啊这些 发财树 还有金钱树 绿螺 这些都是平时比较常见的品种 这些到容易掌握 就是一些一些其他品种啊 光大花的品种又有好几十种 每一种都要了解他们的习性 所以说啊 开花店确实是好 可以每天都能跟漂亮的花卉接触 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啊 没有专业知识是做不了这行的